大家好 说一下今天关注的新闻 26 27日两天呢 中日韩三国峰会时隔五年呢再次展开 应该说有一定的价值还有代表性 这也算是因为疫情啊 都能问题耽误的 所以呢 这回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重新展开啊 很多人还是展开了一些期望 但是以我来说呢 基本上都是一些 没有太多干货的更加宏大 笼统 去谈一谈三国一些交往原则现状的这么一场峰会 更多的是表个态 就说我们还在进行沟通 没有中断联系 我觉得是这么个意思 这次的峰会呢 是在韩国首尔举行 怎么这呢 拍的是李强总理 会议呢 重点讨论了包括经济 民生 经贸 公共链 知识产权等等 没有涉及到像比如说军事啊 外交啊等等领域 那前面呢 自然要谈一些大家都认同的话题 比如说老龄化 卫生 气象啊 什么数字转型啊 灾难问题 安全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呢 三国基本是有共识的嘛 所以无可厚非 咱们这呢 提出了五个观点 五点建议啊 一是合作应该全面重启 二是这个加深经贸互通往来 包括说尽早恢复并完成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 我觉得这基本就不太可能了 就不用想了 三是科技创新合作 比如说啊 在中国建立中日韩创新合作中心 这基本上来讲 韩国 日本是不会答应的 四就是人员多交流 文化交流年 互相派人嘛 五可持续发展 包括低碳 气象 老龄化 流行病等等 评论区呢 反馈倒不是特别高啊 有人说咱们这边提的都是干货 其实我也没看到什么干货啊 肯定是提了一些 而且呢 基本上来说呢 不是大家都有利 就是只有对中国有利的 对吧 人说我要设什么科技传言中心 凭什么设中国 对吧 你作为中国人肯定会觉得说 我们中国最好啊 对吧 说中国最有利啊 对你们都有利 哎 同理 韩国人日本也这么想啊 还有人说呢 附加一条 应该实现独立自主 回归历史本位 比如把美军赶出去 朝鲜韩国再三条一次 分割胜负 彻底实现地区和解 还说啊 日本领土只限本岛 只能打鱼 旅游业 爱情动作片谋生 好吧 这种 哎呦 这种 小学生 中学生级别的意淫 有什么意义呢 还有27个赞 就好比说 一看到美国如何如何了 就说 哎 哪天我们打到美国本土 把美国的这些昂撒人都当成奴隶 然后让他们天天种西瓜 然后又黑人来管他们 对吧 就这种东西 你听着爽吗 你要听着爽 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看本频道啊 本频道还称倒是理性主义啊 这还有路透社记者问 说中国 就是因为最近开峰会嘛 说中国是否会考虑 在已宣布的中日韩合作框架下 给予韩国和日本公民免签待遇 咱们的新闻发言人说呢 说这是一贯的 我们应该共同努力 其实就没有回答 言下之意就是拒绝了 那得平等啊 对吧 你什么是日本韩国给我免签呢 你说嘛 对等互免是最起码的条件 还有说棒子们可能馋哭了 吃五个西瓜带两袋米 估计呢 机票费都省 都赚回来了 这样的 就是韩国人确实呢 吃他们当地蔬菜会更贵一些 包括西瓜什么的 韩国非常贵 日本也是 日本西瓜也非常贵 说个小科普常识 全世界70%的西瓜 都是由中国人消费的 不想当年了 对吧 你当着那黑奴 吃西瓜 吃鸡腿 其实现在都是西瓜人 西瓜都是中国人吃 说说我刚才看这个新闻吧 中国人吃掉了全世界70%的西瓜 有美国男子吐槽说 纽约西瓜韧性十足 拜都拜不断 很难想象这西瓜是啥口感 另外也怪不得 也看到有老外的视频说 中国人对食物 蔬菜 水果很多过敏 说错了 美国人对很多过敏 但是来中国 吃起来不过敏了 这是西瓜 西瓜能这样 不知道以为什么牛皮糖呢 敌人吐槽说 没熟 西瓜就这样 但是他们美国人用了啥呀 催这么红 还有怪不得美国人总是做这种特种土料西瓜 从高处扔下来西瓜都没碎的视频 太结实了 很有韧性 很难想象当年美国的这些黑奴 种棉花的时候 他们吃的西瓜是什么样的 这不会把牙蹦了吗 好歹这个子少 而且还红 知足吧 买到这种生花蛋子也不是没有 你看里边 是吧 一点红都没有 也不知道甜不甜 然后呢 关于这次中日韩三国峰会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有人说 一个小插曲 韩国官方媒体呢 叫了几十年的韩中日 现在改成了韩日中 韩国 中国 日本 这个顺序 韩国 日本 中国 这个顺序 韩国国内呢 评价褒贬不一 反正韩国媒体格局也就这样了 一般来说我们中国叫中日韩 日方叫法是日中韩 都是把自己放前面吧 但是中国放中间 过去的韩国叫法叫韩中日 什么呢 说明韩国和这个日本啊 互相不太对付 都会拿中国放在中间把他给隔开 但现在韩国改了 可见尹西越政府啊 给美国当狗呢 真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然后韩国网友呢 非常不爽啊 有人说 韩日中啊 什么神经病神经病叫法 吸吧 有病吧 哇 第一次听说这种叫法啊 说要把我们的倭寇大员放在前面了 犯病了吧 什么傻逼啊 为什么要这样倒贴日本啊 真是求求你了滚蛋吧 应该说尹西越吧 直接说日中韩就是了啊 就把日方 就说如果说韩国口径 都把日本放这了 干脆你说日中韩得了 对吧 韩国放最后 这自嘲嘛 他讽刺说啊 你这是日本大使馆吗 就讽刺韩国自己嘛 哈哈哈哈 傻逼阿西巴 哈哈哈哈 还说海日中韩 这是被牵着别的走 被迫改善关系嘛 这是为了讨好日本的极优异分子才做的 要是对中国啊 比对日本稍微友好点 就会被叫做赤色分子了 哈哈哈哈 他说卖国贼实在太多了 就很像韩国这个基本的一些民意啊 对日本还是非常反感的啊 他说尹西越这回退下来 就是不干了 退下来是要去日本生活吗 太好奇了啊 他有人说这个 把这个对华外交搞的一团糟 经济上乱称一团 还能说出这个韩日中这种话 真是史无前例的无能 一定要让这街政府 无能政府留在历史上 让世世代代的人都知道他有多无能 要是能从日本拿到什么好处的话呢 要这饭命我还能理解 但是现在呢搞就像自己啊是日本的附属国一样 尤尾其连 大气不敢喘一下 他说反日不是我们的国民共识吗 怎么突然这个亲日有成共识了 一直以来我学校都是亲日就是卖国贼 但怎么现在就成了批判日本就是助长反日情绪了呢 反日是理所理所当然的啊 你们这些傻痴啊 一提反日就发神经 卖国贼啊 后面他有分析点啊 说这个中日韩啊 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如下图啊 就这样的 你知道啊对吧 就是这个哥哥竞赏比例比较高 就是对世界吧 参与度是很高的啊 为什么自贸区一直没法谈谋呢 很明显 三国其实都需要 但是呢另外两国的绳子 一直伸在美国手中 老美呢不松手 我们就不可能落地嘛 就是一场cosplay 美日韩的想法啊 就是你尽管谈能成啊 算我输 而中国意思是说呢 你们尽管表演 我在旁边跟你们演戏 当然也有人说呢 还没啥意 为什么呢 中日韩三国产业链啊 就是这个偶合度 就是这个重合度太高了 互补性又不算高 没有啥意 一箱也是嘛 都是搞汽车啊半导体 对吧这种高精尖呢 大家都想做 因为经济率比较高嘛 所以咱说呢 以前想着啊 搁点肉给日韩 以后呢可以形成啊 互补形成经济圈 自己吃点亏 后面呢是国内看清了 这个日韩狗腿子 根本就不能成事 狗链子还在美国手里拴着嘛 既然这样 那我呢就产业链 我全都要我都自己做 反正呢 也吃得下 还有点不够吃 所以现在开始啊 冲击日韩的一些产业了 尤其说造船业 前面这不有一个那个表吗 对吧 就是这个 这个你看啊 ship builders 全世界百分之就是7.3的船 都是在中日韩造的 就是造船业嘛 过去去年我也做过 今天年初还是去年 我也做过新闻 就是这个中国的造船业呀 开始发力了 尤其是造船 这种商业大船 以前是韩国独秀一支 现在呢一半都被中国抢走了 而且份额还会增加 汽车行业呢 国产车 现在大量冲击日产车的份额 拿下国内市场 冲击东南亚 都慢慢走出去了 汽车行业呢 产业链可真是工业金戈的呀 以后呢 日韩的各种产业 都会被大量冲击 因为呢国内卷起来 这个东亚 东南亚是跑不掉的 希望以后呢 岛国老师来大陆拍片 我愿意领片酬参演 好吧想要挺好啊 这好事儿 拿钱去跟岛国老师啪啪啪 对吧太爽了啊 有人提到说 中日韩外汇储备呢 占全球40% 这个有点超乎想象了啊 东亚人真能卷 一个个都是后发工业国 一个个还能干起来 有人说啊 我现在真觉得自贸区啊 没有那么重要了 确实是没有那么重要了啊 自贸区很可能变成伪议题 三方产业高度重合 自贸呢说不定 就变成了中国三方面碾压了啊 也是确实是吧 我都能做啊 我有人嘛 还人说以后这个日韩啊 可能只能嵌入中国产业链 才要未来 跟着美国呢 只能拿垃圾桶 行吧 反正今天说的没完也差不多了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收藏,订阅,传言,推荐 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